那至於說這個高層親自參議 我們試問一下 我請問你馬英九 你總統對這些事情 你有幾次親自參議 你自己檢討一下 再讓媒體來檢討我們下面 這非常重要 如果我們講到募兵 到底要募到多少兵 我們去算一下人口比例 像是美國 美國的人口3億1600萬 他們的現役軍人是150萬 按照這個比例來算的話 其實台灣的兵員是10萬人 如果說我們去算一下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人口是13億4千萬人口 他們的兵員解放軍是228萬 按這個比例去算 台灣的兵員其實只要4萬人 不過目前我們是設在20萬這個數字 先前前國安會的副民主長張誠峰 他就是估算一下 以目前台灣的人口結構去來算 到了2016年 如果是要維持一個20萬人左右的部隊的話 那麼就代表說 每三位20到24歲的男性 就有一位必須要被招募進到部隊裡 三位當中有一位 大家覺得這是可能的任務嗎 聽起來就完全不可能 所以華老師帶我們來看 這募兵制在台灣 是不是因為兵員設定的數字太大 導致他完全不可行 或者現在已經聽到有人喊說 要回頭去走真兵這條路 您覺得呢 如果我們以剛剛張榮峰張所長的這個數字來看的話 即使恢復真兵我們人還是不夠 所以我講從人口結構還有未來戰爭型態來講 真兵制在台灣來講已經不可行了 所以募兵是一個不能回頭的路 我們今天問題在哪裡 問題在配套還有我們的財政條件 以及整個改革觀念中間還沒有到位的時候設了時間表 所以讓大家有急迫感 所以我們現在喊恢復真兵制 你要恢復多少 是維持現在11個月呢 還是過去的陸軍一特三年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告訴你足科就要挖挖叫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整個勞委會都會受不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年輕的人力沒有辦法釋放 全部都綁在軍隊裡面 又沒有打仗的立即危險 所以這是我剛剛講過 這是整個政府各部會之間 共同的問題 那要怎麼樣去解決 現在喊徵兵以為是戰截燃眉之急 實際上他只能夠走一兩年 到時候因為民選的領袖 民選的政治人物 要他去咬這一顆子彈 我們英文講Bike the bullet 那個是太難了 所以真正的問題是在於 如何把募兵制 讓他有健康成長的環境 不要硬上馬 讓他在開始的時候可以有比較健康 讓這個小baby有可以成長的空間 讓他長大 我們募兵一定要走 太快的話就會製造更多的社會問題 而且又達到沒有辦法達成目標 所以我覺得今天與其去指責國防部 我覺得國防部其實滿冤的 因為他要去執行 然後他又不能跟老闆說No 所以他變成必須要在不改大的上層的情況之下 他趕快去想一些目前馬上可以做的配套 來增加一點點 但這個是所謂的治標 非常 我打到一下 今年年初的時候 美方有很多對我們台灣安全非常關心的人 他們公開的都發表講話說 台灣的部隊已經有Hello現象 空洞化了 空洞化的現象 所以他認為說我們這個募兵制 推行的 執行的太勉強了 所以大家要針對著這個勉強這兩個字 他們怎麼會用勉強呢 就表示說你根本就是不該做你去做了 你現在要回過頭來 要想出一個解決的辦法 不過黃老師剛才講 回頭路幾乎是不大可行的狀況之下 像將軍你會覺得說 我們接下來到底該怎麼做會比較好一點 就才粉而至 因為你錢不可能主動自己 從天上掉下來給你 你現在也沒有能力去得到多餘的這個錢 來多募兵 所以在這種時候你要混合 我們台灣當兵 一般家長心理負擔對重 就是怕小孩子到外島 怕小孩子擔任這個野戰部隊 或者是有危險工作的這個兵 這些兵基本上 我們都要用募兵制來募 將來才能作戰 我們徵兵方面 我們還要繼續保持 是不是恢復也人來了 可以再討論 但是我們把徵來的兵 都是去做這些打閘 好啦 平常平時就可以用了 現在事實上 你要是全部募兵 我們現在很多長官 把募來兵一個月薪水 幾萬的募來兵 拿來當傳令 拿來當文書 那個是我們納稅人 要知道實情的話 那真是會吐血 我覺得一個根本的觀念 我今天一直都在講觀念 就是如果我們花了比較高的薪資 告訴募來的兵 他將來能夠有發展 我們希望他可以留營 因為我從二等兵到上兵 讓他繼續有往士官的方向去發展 讓他有載營受教育的機會 流營率就會相對比較提高 那這一批人是負責作戰的 我們今天告訴國軍說 你除了作戰以外 救災也是核心任務 就很多人認為我比22K好 但是我做太多 跟打仗沒有關係 因為當初他來直干戈以為設計 他覺得我是來為中華民國而戰 結果變成掃地 他當然會覺得很奇怪 所以我們要區隔開來 像現在的16州的這個軍事訓練役 將來離開這個16州結訓了以後 可不可以跟民防結合 讓很多的救災 讓台灣的年輕人 沒有去當職業軍人的年輕人 可不可以為自己的鄉土 為自己的社區 為自己窮周邊山地 窮苦的小孩不不息 因為台灣是充滿志工精神的一個社會 很多人他可能怕當兵 但是他會去當志工 很多人他不敢拿槍 但是他天天在搞生存遊戲 所以我覺得我們只是掩蓋了這一些 沒有被發掘的可能性 所以我們要改變我們的觀念 而不是只是打廣告 說你來會有多好 讓年輕人感覺有受騙的感覺 不過這一點真的是挺難的 因為我們國家的背景 跟美國不一樣 美國的目標的兵 可以從二等兵升到上將 資金上將 在我們國家可不可能 我們只能到上兵而已 對 我們連官校協生 官校協生都還分兵科 只有部戰炮這些戰鬥兵科的人 可以升高階 那個技術兵科的人 你從開始在排斥 空軍官要一下 開背機的人可以升到上級 還有一個觀念要改 就是過去的傳統 我們認為要做到降級軍官 才不枉此生 當初進幼校就是要這個 這才是光宗要主 但是將來的募兵制 我們現在的降缺 已經裁到慘不忍睹的地步了 還可以再裁 還可以再裁 但是我們真正要改變觀念 是讓任何一個少校 任何一個中校 他對於他自己業管的業務 可以負責 上面的上級長官 讓他扛起這個責任 我們能夠讓少校 中校負責 我們才會有好的士官長 總士官長 為我們的部隊訓練負責 所以觀念的改變 才能夠把這整個募兵的 不能回頭的募兵制 把它撐起來這一面牆 不過觀念改變 真的是需要時間了 以至於我們現在看到 有部分軍種的募兵達成率 只有到4% 真的讓人家覺得說 好像非常迫切 所以立刻就要看到 比較進一步的 可以解決的方法 不過看來還得要花一點時間 今天非常謝謝兩位來賓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再會